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地时间5号在彼氏凯克分别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阿赫梅托夫和蒙古国总理阿勒坦·呼雅各 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阿赫梅托夫时温家宝说 近年来中哈紧密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各种挑战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今年通过启动两国总理定期会务机制和举办建交20周年庆祝活动 进一步规划了各领域合作加深了人民之间的友谊 中方愿同哈方保持高层交往不断增进互信 抓紧制定两国经贸合作的中长期规划和毗邻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努力实现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00亿美元的目标 推进石油天然气合作和边境铁路口岸建设 拓展农业高新科技金融电信等领域合作 加强在上河组织框架下的协调配合 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 阿赫梅托夫表示 两国总理定期会务机制为推动双边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哈方愿同中方深化能源合作 加强铁路口岸建设 进一步挖掘务实合作的潜力 使哈中关系更多造福两国人民 在会见蒙古国总理阿勒坦护雅格时 温家宝说 中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要认真落实达成的各项共识 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 进一步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 中国政府支持本国企业扩大对蒙古投资 与蒙方加强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 农业等领域合作 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希望蒙方在政策和管理方面 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 阿勒坦护雅格表示 蒙方感谢中方的帮助和支持 愿全面加强两国各领域合作 推动蒙中战略伙伴关系 取得新的发展